上回講到 乾隆一腳把能公子踢到池塘那裏 趁著人多勒勒 乾隆帶著周日清廖枝大吉離開這裏 那位知府大人的公子 一向似如老豆招牌來嚇人 只是屎坑關刀來的 論文彩沒有半滴墨水 論武功更加不堪一擊 熬了乾隆兩巴掌和一腳 整個不省人士 在水塘裡喝了一套水 幸好打手來救得快些 要不然一命互父 各班打手七手八腳的台能公子上岸 嘩!好看! 這個白板仔變成五彩拼盤 滿面污泥又黑又灰就不在話下 頂帽就脫掉了 頭髮那裏刺滿了池塘上的浮瓶 還夾著幾條鵝毛鴨毛 那個鼻哥啊 腫得好像一隻豬膽一樣 整帕滿雅都不知是被人打掉了還是撞掉了 一隻都沒剩 門口鮮血 幾個家丁就連忙扶著公子爺回去知府衙門 那個知府大人就叫做能上知 一見兒子變成這樣 又鬧又欲赤 就追問那些家丁 哪個這麼膽膽目無知府 把公子打成這樣啊 家丁就把望湖樓前做到乾隆的事 顛顛倒倒如此如此 說回來知府大人就追問 那你們認不認得行兇那人的樣子啊 啟稟大人初初就不認得的 那最後當然認得了 屁 你這幫梵統 即刻吩咐家派兵丁 將從江府進出要道痛痛關閉 有可疑的人等一概扣上來不准兇犯逃跑 你這幫梵統你還不帶領兵丁去街上四書巡查 有可疑的人你就先押戒回衙門 如果抓不到兇手啊 我告訴你啊 本府就絕不放過你這幫梵統 日時之間從江府 滿城風雨 如臨大敵 那些兵丁 逐家客棧茶樓去搜查 那些兵雲大街小巷 乾隆蹤影全無 那你一怒一笑就去了哪兒呢 在這兒 那個乾隆 他拉著周日清 匆匆忙忙離開望湖流之後呢 他就知道這個從江知府 既然敢來縱容他的兒子 二界一定不肯罷休 肯定會來捉人尋仇的 落在他手上就必然會吃虧了 這肯定小巷 又不想這麼快拿出皇帝的身份來治他 不如找個地方避一避風頭 在龍清知府的真面目才算 乾隆一想 就想到重江三貴府 原來呢 重江府有個官員叫做姚國正 現任山西虎台 他有個兒子 叫做姚林 是文武解元來的 姚國正的親家就叫做黃雲 是漢林出身 在京城做過漢林院偏修 因為年老無疑 也住在姚國正的家 這個姚府 老爸做虎台大人 兒子是文武解元 陳家是漢林一家出三個顯貴 故事 這個姚家莊人人叫做三貴府 老虎在重江這個地方十分有名 那姚國正現在在外省做官 知道他的兒子姚林 和外府老漢林黃雲就住了 乾隆想到 不如去三貴府避一避 順便看得她姚林為人如何 兩仔爺就急急腳走去西門外搖家莊 一邊走乾隆一邊吩咐周日清 要小心謹慎 如此如此 借搬借搬 好快就來到三貴府 遠遠見得一對大石屍十分威武莊重 大門兩邊還掛著一股堆戀 黃恩春浩蕩 文字月光華 乾隆摸一眼周日清 周日清又按計行事 就上前問 請問這裡是不是姚府 正是姚府什麼事 多凡你進去通報 京城軍機處幫辦大學士高天次來拜訪 管家姚府一聽說京城來的高大人家都 馬上就進去報 那個文武解員姚林 剛剛跟外父老漢林王韻在談著閒聊 聽說京城大學士來了 馬上就吩咐開正門迎接 他外父老漢林王韻 聽到軍機處幫辦大學士這個官名 心中有點奇怪 咦 什麼時候有這樣的官行呢 見到那個女婿要開大門迎接 他就快點起來叫 慢著慢著 凡事要小心謹慎 勞夫再朝為官都不是時日短的了 年頭帶美足足三年幾的 什麼官行呢 什麼官行呢 我都知道你一清二楚的 從來沒聽說過有什麼幫辦大學士之咸 況且來人名片無章 來得這麼突然 言誓開中門接客 未免無失一些 到時鬧笑話 難以收拾 那個姚林就知道這個老外父的皮靖 在朝中做過幾年官見過下世面 至今年紀老賣 又是過氣老官都無人理睬的了 唉 他總是要認 整天找人說他當年驚慎那種架勢法 那個女婿早就聽到煩了怕他 所以姚林聽到他這樣說 岳虎大人呀 你告老歸田這麼久 當今主上楚朝以後 官含風色變化很大的 既然有人來登門拜訪 請他進來我們見機行事 也沒什麼大外的 老汗林見到那個女婿不聽自己的話 沒有人呀 只好自己要下台街 是是 我講一下 我年紀老了 眼也不好 就算見到面也怕不認得人 言誓你自己作主 姚林就吩咐姚福 出來打開大門來接客 姚林還親自出門口來迎接 只見門外站著一怒一笑 這個男人年紀約剝四十多歲 生得眉目清瘦 氣語軒昂 雖則沒有穿朝服 只是一身大客箱打扮 但是神態莊重 姚林連忙拱手行禮 大學士光臨 萬生迎接來次 請書聚書聚 乾隆也拱手回禮 什麼說話 拜虎來次 公子海涵 公子海涵 高大人 請 公子 請 姚林就將乾隆父子帶到大廳 老漢林見到乾隆裹身打扮 加上旁邊站著那個周日清 老漢林的心想 且 連鎚床都沒有過 又沒有穿官服的 這個人就算不是假暮大學士 也不用放藉什麼獻要貴人 黃雲就蹲起老漢林的款 隨便行禮 吵聲不出就坐在這裏 家人就奉上香茶 姚林就問 高大人這次出京城來到閉鄉 不知有什麼公幹 又光臨閉邪 有什麼指教呢 在下奉子出京南巡 情治貪官了解民情 故此就未帶隨從 亦不便驚動官府 在下同寧鑽在京城多年共事 奉屬知己 這次路過重江府 順路來探望 姚林聽到是自己父親的老朋友 又見到乾隆舉止大方 談吐風雅 那心想 幸好沒有聽過老外父說話 如果不是 太慢了世伯大人 兩個人 東拉西扯 談了一輪 越談就越投機 講下講下 就講到過兩天 本地有個于蘭盆會 姚林就輕之勃勃 介紹本地的于蘭盆會 過兩天就是七月十五 那天又叫佛歡喜日 我們重江峰族在那天 家家用百味果品 裝在于蘭盆中 來施捨各方僧侶 僧侶念于蘭盆經為獅子 祈求佛爺保佑 那晚全城燈火通明 好像過年一樣熱鬧 乾隆這份人最喜歡看熱鬧 聽得津津有味 姚林就乾脆 留乾隆在這住多兩天 來看盛會 乾隆也答應 兩人聊得很晚 姚林因為約了 要去朋友家裡喝酒 所以安排了兩間房 讓乾隆父子休息 然後姚林就去了朋友家裡喝酒 乾隆和周日清 旅途奔波也很累 各自回訪安寢 到初更時份 那管家姚福 匆匆忙忙地拍老汗 臨忙穩的房門 啟稟老太爺 糟了糟了 重江府派兵丁來 說要捉拿兇手 現在姚公子去了喝酒 那怎麼辦 老汗林就剛剛奮唱 一聽到這樣說 就立即起床 什麼事 什麼事 這個老汗林 到底是久經風箱 在官場滾了很久的人 雖然年紀老了些 但是跟官場打交道 他就非常熟 所以他就沒那麼害怕 他就問姚福 阿福 你為什麼這麼慌張 到底什麼事 你慢慢說 老太爺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那些官兵來勢兇兇 你說要找屋 要抓人 還說如果不開門 就撞門進來 你說怎麼辦 老太爺 那老汗林一想 我這裏是堂堂三貴府 陳家是現任山西虎台 外宣是文武解遠 老夫是漢林出身 從江府幾時都給三分面 為什麼居然要進來炒屋呢 想想想想 哦 是啦 是啦 那什麼京城來的軍機署 幫辦大學士 來歷不明 我都說 不相信他 那個女婿 偏偏不聽 一定是來捉拿他 慢著慢著 羅雲鎮組 這場官司 等個性高的自己打好了 前期別惹禍上身 那個老汗林 立即吩咐姚福 你帶他們官兵 入大學士住的房間裡 等等他們自己去認人 姚福領領 立即開門 帶領兵丁來到乾隆住的房間 乾隆已經睡著了 門外的兵丁一擁而入 日下子就把乾隆綁著 那從江府的家丁 上前來認人 是他啦 是他啦 我跟著他 我看著他進來這裡 還跑得掉 是他啦 是他啦 沒錯啦 明定就把乾隆綁著 押戒回從江府衙門 從江之府大人能尚知呢 現在還沒睡 在衙門等著 只因去姚家莊 去三貴府捉人 非同小可 今天下午呢 那些家丁已經來報 說見到一老一笑 好像是打公子的兇手 進了姚家莊 從江之府就想派兵去捉 只想 不行啦 姚家三貴府 那姚林那是文武解元 武功十分了得 進他家捉人 他勢必不肯 到時事情鬧大就難以收拾 所以的姚府大人一直猶疑不決 只好派人監視著姚府 怎知就被他那個寶貝仔知道 學學題題出來 求老爸去捉人報仇 不久呢 家丁又來報 說姚林出了去 既不可失 故知姚府大人下狠心 到三貴府捉人 現在將打人兇手捉到了 人贓俱在 智虎的心才定了 立即就升堂 連夜開審 清朝定的審案的刑法 十分殘酷 用甲棍來夾 夾到骨頭都斷為止 用竹針來刺手指 拔手指甲 佛櫃在爛牙渣裡 用竹板來打嘴巴 打到牙都掉了為止 用皮鞭抽 用棍來打 總之各種各樣都有的 這些都是乾隆皇帝 自己制定用來對付犯人的辦法 知會 皇帝自己來試試 本來 知府大人為仔報仇 然後想立即落寵刑將乾隆整死為止 因為鏡著姚林 所以還算乾隆命大 只是打了五十大板 打完就壓入監倉 乾隆捱著五十大板 打到屁股都腫了 痛楚難捱不在話下 又說回姚林 她在朋友家裡喝酒 突然姚福麗煲 說官府來把大學士高天士做了 姚林大嚇一驚 馬上趕回家問外父 那老漢林就暗暗沉沉 那些責怪女婿 朝夜高天士回來住 自己惹來是非 姚林呢 心中立立亂 哎呀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招引一個殺人兇手入府 才想想想這個人 一貌堂堂 談吐高雅 有學問又有見識 還帶上個弟弟哥齊 變成什麼行凶作惡之人 就算這個高天士有什麼事 那些崇江府都應該給一下面 通知我 等我來捉他歸案 又何必大動乾哥 半夜三格派兵來我才捉人呢 傳出去 那叫我面子怎麼落台才行 你這個知府大人 明明太過不給面子 姚林一吐火 就吩咐姚福 立即帶周日清來到客廳 那周日清就住另一間房 竹乾隆那時候 他還睡得軟了 什麼都不知道 姚福去推醒他 他才怕到六神無主來客廳見姚林 姚林一吞 喂 小公子 你父親到底是什麼人來的 我父親是軍機署幫辦大學士 是來崇江府私訪的嘛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被官府捉了去 就求解元大人搭救啊 你別急 你別急 既然你父親是幫辦大學士 為什麼官府又說他殺人兇犯呢 冤枉啊冤枉啊 分明是搶奴魚的事來報仇的 什麼 搶奴魚的事怎麼樣 周日清日一五一十 張崇江知府的能公子 在望湖流搶奴魚的事說出來 姚林聽到這麼說 哦 原來得罪崇江府這位惡少 難怪的 這個崇江知府大人 出名貪官來的 但是一個寶貝仔 這個仔自小惡怪 從江城沒有人不怕他 你打傷他 知府大人當然不放過你了 可能上次眾指行兇已經不對了 還要小提大做陷血奔人 入我姚府來捉人 豈有此理 想想現在救人要緊嘛 哎呀 好啦 忍著氣讓你一步以後再算 姚林就馬上寫了一封信 叫姚福柳夜送去崇江府衙門 那知府大人見到姚林送信裡 知道一定是為了俗人的事 立即就拆開來看 那封信就寫得十分客氣 說高天賜是自己親切 遠到來探望有什麼得罪的地方 就請世伯大人望開一面放他回來 感激不準 那能上知呢 本來既然已經打了乾隆五十大板 報仇亦報了 現在文武解員搖臨來講人情 那給個面子這件事就是了 偏偏這個知府大人還不肯罷憂 他沒有想到他自己兒子那種霸道法 啊 只是見自己兒子被人打了幾隻牙 他一定要將乾隆折磨到正半條人命 起碼要打一隻腳去才解痕 知府大人就對姚福說 姚總管 你來遲了啦 你回去報給公子聽啊 真是對不起啦 啊 為什麼呢 大人 啊 那個姓高的人 因為木無黃髮 蓄意傷人 用意圖殺人行兇 本府已經派人押送蘇州衙門發落 知府大人講完 就把那封信給回姚福 姚福呢 那是三貴府管家啊 是見過世面的人物來的 剛剛才抓人 從江府都未審 哪有這麼快去上司蘇州府衙門啊 分明是拿來推堂的 姚福也不是這麼好欺負的 他就問回頭 大人啊 高先生又不是朝廷要犯 不過是一點點小豆分而已 為什麼前半夜抓人 後半夜就押你蘇州府呢 大人這樣說 哎呀 小人就怕回去 好難向公子交代啊 那個知府大人一聽 哎呀 你這個奴才 似著三貴府 有多少勢力這麼放肆 居然這樣問回頭 知府大人就把你面子說 嗯 衙門之事豈容你多問啊 出去 講完就佛咒而去 講個姚福一吐氣回來 越想越不抵 打狗要看下主人面啊 你居然這麼看不起我 你看不起我 即是看不起我家主人而已 推三賴四 一點都不給面 越想越火滾 一手把那封信撕做兩決 哎呀 哎呀 死了 連公子封信都撕爛了天 怎麼辦呢 哼 這個知府這麼兇死 我把這筆帳進去掃 那姚福一吐氣回去報給姚公子聽 哈哈 那不用問啊 這件事實來越搞越大 到底怎麼受課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